好了 我们讲课 现在的声音可以吗 我不知道小教室的 我们要可以 小教室应该就还可以 好 我开始讲了 我稍微小点声 刚才说我声大 大家打开我的博客 当然你看一下 看也行 然后找这个 因为人员 写项目方案的基本流程 我们在讲 数度提权项目的时候 讲过对不对 我们以后做事情 就要学会 按照这个流程去走 我们把一件事 作为一个项目去做 特别是领导交代你的 除了给你买一瓶 领导说你给我买瓶水去 这个例外 他要让你做服务器级的 稍微复杂一点的项目 工作 你都要按照这个流程去走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这里边的细节 我不说了 大家回去自己关注 关注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专业规范的表现 一出手 一出手就是专业和规范的 所以你看 排版是专业规范的 画图是专业规范的 我的项目文档的流程 也是专业和规范的 你想不大高兴 企业都不干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题 这叫 50台集群 全网数据备份 项目方案 我们虽然 只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小条 来实现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它拓展到 全网 将来我们的备份 就是搭建一个备份服务器 搭建一个备份服务器 然后 把这里边任何一台 我们安装系统之后 改过的 对于系统重要的配置 如果丢了 你不容易找回来 这样的配置 你可能都需要定期的 备份到这个上面 如果有一些 有单点的这种 你还要实时的 备份过来 因为一旦丢了 就找不着了 包括数据库 数据库有自己的方案 我们今天的全网备份方案 很简单 就是搭建一个备份服务器 把所有服务器上的 改过的配置 大家想想什么东西 你可能需要备 定时任务要不要备 如果你不备的话 是不是以后 它这个机器挂了 你就找不回来了 RCNLocal要不要备 后期的解析 假设以后配了防火墙 你Ibitables配置文件 还有你自己写过的脚本 对不对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需要备份的内容 好 我们今天这道题 这道题 打出来的好像还不是完整的 这是一个模型 公司里面 我先念一遍题 大家给别人讲课 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别人知道题了 你不念的话 他连可能连看都没看过 都有可能 有的人他就喜欢等着你讲 自己不看 所以你为了让你讲课有效果 你一定要给大家补一遍题 某公司里有一台web服务器 里面的数据很重要 如果硬盘坏了 数据就丢失 领导要求你把数据在其他机器上面 做一个周期性的备份 要求 要求 每天晚上零点 在web服务器 A打包 备份网站 重新目录 通过rcfnc 推到服务器 闭上保留 然后失录 可以先在本地打包 推到备份服务器上 然后这是具体的要求 具体的要求 两边都有backup目录 web站点 如果没有的话 咱就假设一个 服务器保留7天 我们要不在备份服务器上 做结果检查 发邮件 然后备份服务器上 每周六数据保留 其他保留180天 注意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课 可能你看到的是 这么一堆东西 工作中 这些都是没有的 领导就直接说 我们现在的数据需要备份 这么多服务器 你给做一个备份方案 方案他提吗 他不提 谁 谁出方案呢 是你出方案 你要给人家出几套 两三套方案 让他自己选 领导 我们可以买个移动盘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个服务器 我可以用持带机 然后你三者哪个好 哪个不好 对不对 最后落实到 这个方案是你推荐的 然后领导说 OK 没问题 可以了 做 然后咱们就开座 对不对 开座的流程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这个项目流程 项目流程 假设领导没有说 你要不要主动提 你去一家公司 你发现数据很乱 没有备份 你就得跟领导说 领导 咱们需要备 咱们服务器现在很乱 一旦数据丢了 就不好恢复了 我现在做了一个备份方案 您看看可不可以 直接把写好的项目文档 专业排版 专业画图过的 发给领导 让领导看 这就是积极主动 专业的手法 好 接下来解答的道题